請各位開啟相關檔,完成檔就長得像這樣 大家可以看到幾個架構,第一個是古董車 古董車其實是給我們一個圖 還好它其實已經幫我們背景做成單一顏色 所以如果你要選古董車,其實非常簡單 其實你用魔術棒或快速選擇都還蠻快的 魔術棒可能比較快一點,你把它點一下,馬上魔術棒整個就選起來 然後你再把它反轉一下,這個車就選起來 那要做一些特效,至於要怎麼做待會我們再來看一下 然後其他的話還有哪一些可能要,就是還有這個回憶 那回憶它其實就給我們像這樣一個字 那一樣你要把它做後面有一個類似像晃動的那種背景 那怎麼樣加晃動的背景 那另外後面的部分,你會發現就是一個 好像有一個旋轉旋渦的一個路 這邊有一條路,這邊有一條路 然後把它做成背景 所以題目的話,第一個要求應該是做那個背景 所以待會的話請各位呢 這個是路,然後這個是原來的赤 那這邊這個PSD02,就是這個旋轉 所以它其實是要把這個旋轉配合這個路 也就是把這兩張放在一起 那至於呢,題目要我們做什麼 那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好了 那首先的話呢,題目部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目檔 所以也請各位就是把那個題目檔稍微打開 並且看一下,題目檔在雲端上面,PDF檔 然後,第一個的話它要我們做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呢,它的第一題是 要開啟PSD02這一張 然後將那個旋,旋其實就是這個 PSD02應該是這個 然後把旋這個圖層 這個圖層做什麼呢 它是說要把這個圖層呢 先做不透明50% 再複製三個圖層 改變它的角度 OK,那角度的話三個 所以如果你要旋轉 那怎麼三個比較OK呢 要不就是一個什麼 一個旋轉90 一個旋轉180 一個旋轉270 然後再來就360又回來了 所以四張圖如果不同的 所以它重點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複製三個圖層 所以第一步,然後改變角度 那至於改變多少角度 其實它這邊沒講 所以你可能用猜的 我想應該就是90 180 270 大概是這樣子好了 然後它說效果越接近即可 OK,所以只要旋轉 不過你會發現 這個圖其實看不太出來 說到底它是旋轉的 所以你們待會有沒有 它這個是旋轉各個角度 那也許你可以做完之後 再比對一下 不過其實也不是那麼清楚 你即便Ctrl加 看就是背後有一些漩渦的效果 但是至於怎麼轉 恐怕還在比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步的話 我們先把這個圖層的不透明度 本來是100對不對 把它改成50 類似像這樣 就是讓它本來比較 就是像這樣的一個 然後不透明度改成50的話 就是變半透明的 OK,好 不透明度50 第一步完成 第二步的話 就是把它複製三個 複製三個的話 當然我們可以按右鍵 複製三個 第一個就01好了 A個 然後再複製 第二個 再複製就02好了 第三個當然就03 OK,好 123,三個 如果我要旋轉的話 那當然 如果你要旋轉這個圖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 還記得吧 編輯裡面有一個任意變形 有沒有 那你可以怎麼 先旋轉90度 而且還有分成那個 旋轉是向左 順時針還是逆時針 所以理論上我們可以怎麼樣 它就不同角度轉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 第一個也許先90度 OK 然後 第二個呢 也許可以用180 所以這邊有個變形 變形嘛 然後180 第三個的話呢 也許可以水平好了 OK 比如說這邊有個任意變形 有個水平翻轉 有沒有 各個角度旋轉 不過因為它沒有講說 到底要怎麼轉 所以我們也只能用猜的 不過好像有一個效果有點怪怪的 比較特別 比較不太OK 就是好像旋轉90度 它變成說 本來一張圖 它是橫向的 它一轉變成縱向 好像會跟我們最後完成的 它沒有那一條線 所以顯然如果90度好像不OK 那怎麼辦 你可以再換一下其他的角度 反正至少就是讓它可以做 翻轉的效果 所以這個 也許你可以再把這一張 影像部分呢 編輯裡面 任意變形 也許再把它轉個 順時針90度 OK 然後反正就是不要變成90度好了 不然我發現90度 可能會看起來有點怪怪的 好 那反正都有轉角度了 轉完角度之後的話 我們就是 它說跟效果接近即可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把什麼 PSD02-1 其實就是那個道路的那一張圖 然後把它置入 並且設定圖層不透明度 50% 所以要把第二張 這個路的這張圖層 就這個 PSD02-1這一張 然後把它放到這邊來 放過來怎麼放 前面還有講過按右鍵 一樣可以複製這個圖層 複製的位置跟它講一下 幫我複製到這一張PSD02 所以02.PSD 就是這個 那名稱 看你要不要改 如果不改的話 改個名稱好了 改個路好了 OK 然後按確定 那就它就過來了嘛 然後它會放在最上面 可是問題最上面好像 會跟原來的 我看一下 看不太出來 到底是放上面 它其實如果沒有跟你講的話 不過第一個它有跟你講說 放過來之後 先把不透明度改成50 所以不透明度把它改成50 好像就有那麼味道了 有沒有 因為如果你假設沒有不透明度的話 那感覺好像就是會浮在上面 原來的效果是這樣 原來是這樣 有沒有看得太清楚 那如果不透明度50 甚至如果越淡的話 你會發現越看不出來 有點像半透明的50 那另外你也可以調一下 如果你把它放下面這個圖層 有沒有 好像反而 我們看一下 它是不是漩渦 好像看不太出來 所以如果理論上這樣來看的話 那應該就是 這個路就是最上面這個圖層 那看一下題目有沒有說 它要做什麼 好像沒有耶 微調如參考結果圖檔 所以理論上 那1跟2大概就這樣就OK了 那第三個的話 就是要建立一個新的圖層 然後填入白色啦 等等啦 就是再來就是要處理那個什麼 來處理那個就是車子的部分 因為各位可以看到那個車子部分的話 完成的樣子類似像這樣一個古董車嘛 然後面有一個好像光影的效果 有點像那個古董車從這個光影這樣開過來的感覺 那這個光影要怎麼做 所以它其實就是要你做 背後光影這個地方的一些說明 所以請各位 第三個部分也許先看一下3要做什麼 然後再來做後面的 我外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就是第210題的1跟2的部分 那 所有的店員 都是 那個 iem 19 忘記